hello guys,欢迎来到田山的频道 我是们田山,没错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第四集的独家采访 是的,是来自了我们的SPG的南川 OK,那我们跟南川说声哈喽,南川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SPG的南川 是的,南川您好,也恭喜你们 你们在你们的这次的A15的大赛赛里面 获得了是第三名的名次对不对 对对 OK,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这次在A15大赛赛的一个表现来说 这个名次是符合你的预期之认的吗 因为我们理想中的名次就是拿个前四嘛 这样子,也算是理想中 可是我发现你们好像对上了狼队 或者是对上DYG的时候 感觉打的拼没有那么紧张 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抱着一颗就是 能拿一分是一分嘛 毕竟就是说自己对我的一个 个人能力什么的没有对面强嘛 所以说打的就会比较放松一些 就不会说那么紧绷吧 不敢操作什么 OK,好 那我们这边也想要想说 我们这边地区可能像是太空地区的选手 跟观众可能对你还不太了解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在SPG里面的定位吗 我在SPG的定位就是一个指挥 然后担任就是突破嘛 为队友打开自己队伍的局势 然后找到一个突破点 然后如果说需要的话 就用自己的生命 然后为队友换取一些更多的点位吧 或者然后获取胜利 大概就是这种 牺牲位吧 平时 平时牺牲位突破手的位置 OK 也就算是承议你 扮演你的感觉 对不对 差不多吧 也不至于 OKOK 没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说 你们战队里面内部啊 有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 你们的战术啊 或者是你们的队伍上面的人员呢 的特性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你们队比较有特别的 那个人出来吗 队伍的战术特色 那就是Sura 就是Rush吧 人员的话 人员的特色我觉得 使妹倒是挺有特色的 因为他这个人的爆发点 就是要爆发起来是很夸张 但是他的爆发点就很 很搞笑的就是你必须要压力他 你压力他他才会杀人 压力他 所以你们是不是 一直在比赛之中说 10妹 10妹可以吗 10妹妹 这样子去鼓励他吧 这应该算是鼓励 边撤他 比如说 在前开开玩笑 压力一下说 你行不行啊 张继侯 然后比赛就 SB什么的夸下 有有有 蚊斗的时候 因为之前你们那时候 在打蚊斗跟打狼队蚊斗的 基本上我有办法做蚊斗的精华 确实你们有时候 张锦虎你行不行 张锦虎你爆强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是在鼓励他 不是在骂他的 嗯 应该是吧 原来如此 好的 那大概应该有一些小小的解疑 原来是他的名字 好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 有没有在一些就是 特别有趣或特别尴尬的事情 在比赛之中 或者训练赛之中 尴尬的事情 倒还没有多少 我有趣的事情倒是蛮多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大概 就我们队的那个囚徒 囚徒 那个厨 嗯 他做的事情就比较夸张一些 就是很让人头大 他会时不时说一些很奇怪的话语 就是打着打着打一半说些很奇怪的话语 可以分享一段吗 因为说奇怪的话 因为我们大家有点太多想象 大概是怎样的 有些话呢 又打着打着一半突然喊了一句 原神 原神是无可匹敌的 所以也是那种类似被原神耽误的职业选手 是不是 OK 好 可能他对那个原神应该有特别的爱好之处吧 但这一段我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 因为毕竟这个游戏可能不一样 有点竞品问题 好 没关系 我就大概先收录一下 好 那么有没有 在休息时间呢 你们的HPG的队员呢 通常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去放松啊 或者是说娱乐 嗯 放松的话 其实就休息时间 他们就 有喜欢自己去直播 就是 跟粉丝们互动啊什么的嘛 像有些就是像我跟瓜瓜 就是身体比较好 嗯 身体比较不好的话 就是会出去 去 针灸一下 或者说断练一下 对 针灸断练 因为确实啊 选手之间的那个 身体状况其实是 呃 训练中的一环 我记得如果在比赛之中的那个状况啊 甚至身体没有调食啊 像感冒生病 其实都会对你们表现上面的影响 都会非常非常多 毕竟也是你们 呃 必须要在生 呃一天规划之中 去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不对 嗯是的 没错 好 那这边想问一下就是 那你们这些放松的东西 像是你跟瓜瓜有去針灸啊 那有 有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时间相处久啊 感觉起来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爱好可以分享一下 在一起吗 嗯 爱好或兴趣可以爆料他 嗯 就 因为我俩 队伍关系就是 两个人性格什么都比较合嘛 加上就是 打的 位置都是比较大配合 所以说我俩就是 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长 就比较熟悉一点 嗯了解 那所以兴趣会一样吗 还是兴趣不一样 兴趣也是原神 兴趣差不多吧 差不多 嗯 可以说明吗 大概 打的游戏想打的游戏 他喊我玩我就玩 我喊他玩他就玩 差不多这种吧 多什么事情 对 都比较随和 你们俩都是比较随和的 那你们去厕所不会一起吧 哈哈哈 不会了 还是会 今天不会 那就好 那就好 OK 好那这个题外的话 我们就先回来 那你们有想过 有没有特别的一个紧张啊 然后特别的比赛 自己带你记忆犹新 可以顺便分享一下 呃 别晃桌子哥 哈哈哈哈 我说啦 是呱呱晃的吗 是的 我看着他们一直晃桌子 然后呱呱晃猛 他们是想入镜的话是可以啊 可以让他们入镜一下 没问题 有没有想说呃 有哪一种比赛啊 有哪一种比赛啊 或比较惊险的一个 呃 阶段 那你们比较记忆犹新 可以分享一下 嗯 最惊险的那一场比赛肯定是 第一阶段的 SPEC打琴球的BOC嘛 好快乐啊 说不了 因为那一把的话 其实第一把爆破赢的 这个心态就是 很开心 也没有想到会说 就是开车的战术 可以说有那么放松吧 然后第二把的话 就打完之后 其实心态也没受到 特别多的影响 直到就是后面 打完之后 教练跟说那个 拳套的事情嘛 然后这个事情就 感觉压力就上了 因为自己心里 就那一瞬间是想赢 就没有说那么多 呃 放平的心态了 就是有一些 呃 比较励志的东西在里面吧 那是 励志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我那时候的记录我 我这边有帮你们做记录 因为从你们的三个比赛 到现在将近有 两个月多的时间 基本上 每一个队伍 我觉得我喜欢的 我都会做记录 然后包含SPG 我也是蛮喜欢 青春风暴 就是你们所说的 那个开火车 开火车很强 然后包含那时候的 队伍来说的话 其实会有个印象 他们都会有 固定的战略战法 当你们没有走好 这边战法的时候 他们其实很难去预料到 包括他们没有去准备 快攻Rush的一个 一个战术的时候 基本上就算一个起走 他们就仿佛神风 所以你们可以在爆破之中 市场爆破 都赢一下勤酒 然后拿下这一句 其实那时候大家也是觉得 是非常可怕的 对我记得蛮多主播 也还蛮看好你们这样的 青春风暴 可是你们这青春风暴 是不是到狼队这边 就有点难打 所以主要开车的话 开车的话就是 客户的点就是打了 就是一个筷子 可能有些时候 可能道具都没有赶上 你那个人出去 就是打一些时间点 这样的反应不过来吧 作为最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一瞬间 大家的团结一心吧 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火车开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你们是要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大家的分工合作 也有可能 站在下一世 这已经做出完了 甚至是 突然觉得这个时间可以忍 然后突然就是 串联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那时候 你们的HPG 真的是无懈可打 任何队伍可能 碰到你们这种 高情绪的状态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一个队伍可以放得住 我也可以看到你们的 未来的强硬度吧 可能是你们主要的风格 应该算是 你们主要的特性 在这种赛事里面 打出这种战术的 真的不多 应该有些队伍是 开个一两场 可是你们是每一场都开 其实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好 那么 这边也是到一段落 我就想说 之前我有做过一部影片 也就是说 你们那时候打勤酒 4比3 爆破全胜的时候 包含里面有个高铁站 我觉得里面爆破 也应该叫 不高铁站的地图 我有做过 你跟勤酒的一部影片 分析过 然后包含了 那时候的欧林 是有一个动作 就是拳套的工作 然后后续欧林是有发文去做解释的 但据我所知 你们的选手之间 应该都是 互相都还算是友好的朋友 不知道你们后来有没有谈论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就是 全套这个事情就 没有放在心上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就算真的就是 做了也不会说伤感期这个东西 因为比赛 哪怕是出了这个东西 强就是强弱就是弱 所以说我们没有说 规议去多强这个事情 而且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也不至于说当面 当面道歉啊 或者说这个事情都没有必要的 都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 但是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观众嘛 你们互相的观众之间的一个想法 可能意识偏重了 所以加了很多剧情下去 有点风向出了 所以也就是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也包含你本人高兴 就在欧林里面的人也是一样 事实上还是算是蛮好的一个优异 嗯 欧林太强了 忘记要是 对 欧林真的是 真的强 我看过他以前的记录他到现在 他可能是之前有端有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他的 他的一个思路吧 可能跟一般人不太像 可能一般人可能就想一种 一种一种方式解决 可是他可以想到五六种方式 可能是你想不到的 是的 因为他的经验很丰富 了解了解 所以你们未来也是要下更多的功夫 包括经验部分 我觉得现在这边就是累积更多的经验 你们自然而然 会在你们的那种 青春风暴里面 带入更多的战术出来 说不定 他们已经很难预测得到 好 那么最后呢 你有什么什么讯息想要传达给你的粉丝 甚至 你觉得你身边重要的一些人啊 包括你队友的话 你大概说一下吧 嗯 肯定是要感谢一下粉丝 就是 我上一打这些三四年嘛 这三四年的陪伴吧 然后 没有他们的这些鼓励 我觉得我应该是 打不到现在这个地步的 就是现在这个地位是打不到的 所以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呱呱嘛 跟呱呱就是说 那好不容易能进世界赛了 你这不努力一下子 还跟着要退役 多丢人啊 对吧 不要到时候你们站在舞台上面 就差他一个位置 这样还要P图上去有点可惜 哈哈哈 好 那么感谢 呃 SPG的南川 要跟我这样子的一个 独家传访 那也谢谢你 感谢你 嗯好嘞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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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